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5日,这是今天第五场主报的演兵节目啊,来看看最新消息 从美关系啊,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新闻,美国之音刚刚发表的啊,也就是美国和中国的防务官员 本周开会讨论的有关啊,两军舰船和飞机之间发生了不安全的多度离人的事件 这才是最大的邪闻啊,你看耶伦来,现在何立峰啊,这是当然也是很重要,但是属于经济领域啊,经贸领域 可以这样讲,这都是浅层次的,真正深层次,最重要的就是军方 你看今天,有意思第一次透露,两军这个官员啊,军方的官员 进行了两年来的第一次会面 也就是4月3号和4号,两天时间在美国下位移 你看,这刚刚才报道啊,这个看来才挺能,双方能沉得住气啊 把这个事拖到最后,不得不披露出来 美国之音讲的,美国之音其实很简单,他讲 标志着重启两军在海上均是安全挫伤的对话 2022年的8月呢,时任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北京就停止这项对话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这是第一次 这说明习近平害怕了 我认为习近平现在已经到,也到了 只要到了这种局,要双方剑拔弄着,眼开要开打的时候 习近平就开始玩这一手了,是吧,就开始磕头了,应该这一两天搞了很多动作啊 这个他内心深处还是外界评价的准确啊 就是浩大戏风,刚鼻子用色力内刃,看表面装的,就和美国这样拳头 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打不过人家,对吧 说中国官员批评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干涉了中国内政 这估计是可能他们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又没谈妥 但只能这样放着 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市民用待统一的领导 你看这次马英九来不就是什么,都是省级领导干的 见他,马英九还挺美的,实际上人就给他 不用这个方式释放信号,他就是 这个夏季,对吧,你就可以看出来 还有这个叶伦来,你看何立峰见他 是吧,网东省省长 这个也是见他,这都体现了 就习近平脑袋里边这个 就是等级观念,什么可在乎这东西 东北话讲,都是随小闭心眼 这种人干不什么大事 你看川普 这个 那一任建这个金商炮 你看川普办事 他都不一样 这个老拜登呢,也讲究这个级别 讲究面子 这篇文章讲说,美国官员说呢 海上军事安全挫伤机制 工作组,回顾了过去几年 与安全有关的问题 讨论如何在美中之间维持运作安全与专业性 今天上午曾经讲了一个题目就是 这个美国,日本,菲律宾 他的动作,联手要巡航 看来美国就是在这个军事方面要 要使劲地晾拳头 一晾拳头才去拔了 你发发现,他在这就试探啊 给我的感觉,美国只要是 就是说,往这个战争方面再努力一把 再走一点,或者做好准备 就准备开干 他马上讲,别别别别 就开战,就这好东西啊 这证明,他系列非常清楚 他不开一级 我估计啊,他要挑起战争来 只要一开战,军头就给他刷了 因为什么,你开战也不像现在了 现在是什么呢,武器,弹药 这都分开放了 你当官的将领没有权啊 有几个有枪的 有枪的子弹都有输的 我平常吧,看嘛 反正我是知道 一个排啊,出营都在中央军委 写首令啊,你就想想 以前不就是 你根本不是外界想象的军头有什么权 什么是有权 把战就有权了 权就下放了,一下放 中少军就没用了 现在中少军在里边 两半就到处跑 估计他们还是传不些假的消息啊 这个西明他,他又懒又懒权 他肯定就靠中少军来领导军队啊 实际上他就不怎么管事啊 是不是啊,这每天就听汇报的 他战了以后 军头各个有了指挥军队的权力 和什么拥有使用枪支的权力 你就想就他的本事 还能赶上邓小平 邓小平是本色企业起家 他说心里话 他根本就连 他可能连那个谁,连张有侠他都不如 对不对 也就是给耿彪当个小秘书 而耿彪当了国防部长 又是邓小平最不带劲的 邓小平在香港给他好的妈 你就想想他那个地位 啥地位 何况才能秘书 秘书就是跑腿 跑腿请个宋礼 他我一走过门 整天跳舞唱歌 就这套忽悠我 我接触了太多秘书了 那时候咱在报纸里做记者的时候 一到郭冬委举办什么活动 或者是这个 在基地里面搞文艺宣传 或者是搞 他邀请咱们 不都小秘书来 是不是啊 海军司令的秘书 什么这个军头那个军头 这个部门的 我们秘书就来了 秘书都是这样 我给你讲 都是这个万金油 是不是啊 这个都能跑腿 擦檐观 睡觉的时候 这样的人 你就想踏流水瓶 还领导军队 当年蒋介石 你想那次 黄埔军修刚刚起过来的 叫这个 他就当学长给抓了 你想他还是拜把兄弟 你何况习近平 就习近平 我觉得他这个人 他其实心里很清楚啊 他不敢和美国 就是 到最后关头 他就停止了 不敢和美国再搅励 你看这一两天 邀请美国的刘先生 先来24个 先扣为仁慈 然后又 又给美国这个 这个学校写信 你看 忙活这些事 这证明他害怕 对吧 你看这个 叶伦这一次来了以后 双方再 再撮合撮合了 叶伦就想了想做生意 因为他夫子外经外貌 也没什么奇怪的啊 关键是军方 看看这篇文章都怎么讲 其实美国自己也是没透露什么核心内 今天上午 今天下午在外面看了一遍啊 他说 美国官员 官员讲说 海军军事安全 刺商即使工作组 回顾了过去几年 与安全有关的事件 讨论 如何在美中之间 维持运作安全与专业性 他为什么强调海上 最新就是菲律宾的事件 主要是菲律宾 再加上台湾 金门这个 就两个渔民 落水这个事 你看落水这个事 他现在不知事了 不像以前那么强硬 我估计最后就赔打钱 就完事了 是不是 这习 习民 我跟你讲 其实最怕打仗 他只有在国内实在统住不下去了 人民群众不断的这个 也涌现抗争 最后演变向六四长 他处理不了了 他就没有办法 只好破罐破采的 这篇文章讲 因为缺乏在会议前 讨论相关事业的授权 而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对记者讲 其实这个都是外交辞令 美国的情报系统故意透露给美国之音的 你这是不是 所以过去几个月来 我们观察到 我们与人民解放军 飞机和舰艇之间的不安全行为 有所减少 其实在这之前 西平就已经下令降温了 告诉底下不要再搞了 再搞就完蛋了 你看这个 这个何卫东出来仗了两天 就是把这虚假战力 像真实的搞一搞 张偉侠估计马上的 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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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届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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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然后派兵军队进入这个乌克兰战场 然后这个支持这个致命性武器 说你要真正是打仗 那就是军人的 在这这个吓唬又没天 是吧 这样美国看出来了 但是眼下解决的 我看我感觉好像说是海上 因为海上现在迫在眉睫 他讲到他说呢 舰艇的骚扰少了一点 但是在台湾海峡 两人挺多的 飞机少了一些 他说美国代表团的团长 是随着陆军上校 美国才来一个上校团长 你想美国也没怎么给他当回事 是吧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呢 只要在国际允许的地方 美国将继续在印太安全和专业地运作 我们认真对待这个时间 他说和人民解放军一期 该地区所有其他军队公开 直接明确的沟通 对避免意外事故 我误解至关重要 你就美国现在引领奖明 我是奖军打仗 但是你要斗血斗血打 我也我也不 你绝对不客气 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这篇文章介绍去年11月 说美国总统拜登啊 在旧金山亚太金河组织会议期间 就见了这个习近平 那之后大约一个月 身为美军最高将领的美国参谋 参谋长联合会主席布朗上将 和中国军委联合参谋 参谋长刘振丽上将 今次进行了视频谈话 他这个应该是对的 为什么就刘振丽打过战 说布朗打过战 布朗是飞行员出身 刘振丽打过越战 越战是什么战 你就想想 那时候在 是为了讨好美国 这个战 是不是 邓小平也是为了 党内权力斗争 这个华国奉争权 对吧 说标志着佩罗西访台以后 美中两军首次恢复了高层介绍 说布朗怎么办 就重新恢复政策了 说美国官员奖 参加本周的会议 包括来自于 美一方的大约18名高级官员 也就明白了 这个代表团的团党 才是个上校 然后带着这些人就18个 就来谈一谈 就这个意思 选择美国一个风景 优美的下位 谈完以后才做了这么一个 像挤牙膏一样 写这么一个小文章 是吧 其实也没什么内容 北京表达了控制南中国海准入 和将台湾纳入管制之下的愿望 也就他可能跟中方 就是习近平这边熟的底线 台湾属于他的 是中华人民共不和顺利的一部分 就这套东西 反正就是还是忽悠 他没什么本事拿回来 台湾有军队和香港不一样 不行 后面就完事 是这么简单 反正人给凶一凶二准备好了 一旦那天打起来 人就给你飞到这个内地去玩事了 你还管那东西 反正那个飞弹是飞一千两百公里 囊括了你 你北上广深 你根本不在乎 你香港不行 香港已经 为什么邓小平当年就为驻军的事 把这个滚标好一顿骂 这不是在这里吗 这个邓小平也超狡猾 他知道你五十年不变 他有个底线就是他掌握了军队 军队就是杀人的权力 是吧 跟他讲道理 你不停干 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你看美国老百姓 为什么美国的官员不敢欺负老百姓 老百姓可以刻法持有枪支 你到我家后院 你想惹事 不行我就轰你 就是这种厉害 是吧 你看那个非洲讨薪那些人 中国那些国企在非洲欠债 是吧 欠薪 不给这个员工发薪水 欺负中国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去没有招 也没有武器 老非洲黑不去的 身上背一个冲锋枪 是吧 然后去就要钱 那个总经理吓都尿了 就想你不给 背影直接扫你所 你给你开发笑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 他这种人就是欺负人 我跟你讲 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 中国现在目前的形势 反而就是非常的快 觉得什么 中国老百姓 你看现在这个 这个抗争 一个接着一个 已经很过去 大为不通了 你看今天 黑龙江省这个 党委 黑龙江省党组 开会讲 讲什么 讲防火的事 他就知道了 黑龙江有可能 就是老百姓 害你得要点火 他在这个 循庆今天 才去开字母会 你看这个报道 那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已经得到 风声 就是这个 黑龙江 因为黑龙江人 是东北人 喝点酒 天气又冷 西气又暴躁 都是火帽三丈 他关你毛病啊 我是一直的 那个黑龙江 那个工人 我接触了好多 活着你直接 给你开杆 还给你讲道理 那些地方 北来就是属于这个 当年就属于 这个三国皇帝人 少数民族多 你像阿布尔族 那些民族 那些民族 有点像俄罗斯 那种民族 我跟你讲 脾气是很 很躁动的 而且就是特别讲 一行对的好 他就从头对你好 你整他 他真理 这就对了 我就跟你讲 你知道 你看你黑龙江 包括那个 哈尔滨那些女孩 做好了 我跟你讲 你要对的好 他对你 中性更重 绝对不会出卖你 但你要 你要对的不好 我跟他那奥教 是不是 他那个性格就这样 所以一般人 不敢欺负他 欺负都欺负老实人 这篇文章讲 他说北京表达了控制 其实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愿望 因为老每个人不大回事 说在佩洛西二年 八月访问台湾以后 中国军队加大了在台湾周围多多逼人的行动 一再派军舰和飞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并发射越过台湾上空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导弹 实际上他上次搞这个名字就很丢人 为什么丢人他又不敢打 你就忙活半天有啥用 忙活半天只能把更得罪日本和台湾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实际上你想打就选战好好打 就像个军人一样 像我爸都讲得好 军人就是打仗 不会搞得下三烂的东西 他这都是一种让人看不起这种 下三烂的下三烂这种办法 是吧 这个犹犹豫豫豫的 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目目唧唧 就像民间讲的 刻铺子铲腿的办法 你包括印度边境 你要打就好好像毛泽东 此代六十年代打场仗 对不对 你要不打 你就跟人合 接过来什么 不允许用枪 那种棍棒 完了 这个什么 什么 什么这个 一些钉子什么东西 这些都下三烂的 刮石头 蹦石头 实在让人看来 就是丢人的 是吧 是吧 你看哪有那么打仗的 一打仗就好好打 像人家 乌克兰这样 德乌这样 就是战争就是战争 按战争法 你不能用下三烂的办法模仿 模仿那个乡下那个老年 而不是掐架那个白白 打架那个白白在边境上 那是军人 军人能能那怎么做 现在你回头看 他为什么在印度边境调剂事 他其实就想连任 连任呢 他想转移国内的矛盾 不想下 他在军队 因为他是军委主席 人家元老让 让李克强上 他非要干 不想下去 他想调剂这个事来 就是转移国内的矛盾 你知道吗 他又怕真正动枪 他打不过一个印度 是不是 这就可以看出 他们的国家治理 到今天这个程度 实在是 已经走不回去了 完蛋了 所以说美国现在 就对他也挺打粗的 为什么他不按正常出牌 胡诊 这篇文章讲 就是负责 亚太 印太事务的助理 我们部长 叫拉特纳 曾在23年10月坐镇 过去两年来 发生了180多期 中国飞机鲁莽 拦截美军飞机时间 超过了美国官员 在之前整整10年 所见的拦截世界 是世界的次数 这个就是什么 他就平常 经常发表这些 咄咄逼的 要当老大的言论 对部队的暗示 但是部队这里面 又分鹰派和鸽派 有鹰派这些年轻人 热血分成 年轻人不是一股动物 都这样吗 坐上飞机 就找不到本 可能回了以后 还爱批评 如果整大 我也爱批评 所以整的乱七八糟 完蛋了 那将来打这仗 你会知道 你会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他不看一击 我估计 连40天都出不了 人家那个萨达姆 萨达姆军 这全是美式装备 影响 而且人家信仰 古兰军 他打过仗 和美军打怎么样 40天就要挂在墙上 你就想 就是他 我看他可能开了战 10天 军头就给他抓起了 我就跟你讲 因为什么 军头一看 他不用打仗 就把他抓起去完事 顺应老百姓的名义 全国人民奔高的 你就看今天 李克强老曹的音乐 老百姓现代化 你就指现在中国 是个什么形式 是吧 都不愿意打仗 都亲美 都希望回到改革开放年代 老百姓倒不一定 认识那么高 什么民主法治 才到不了层次 跟你想 你看这几年 瞎折腾什么 是不是 这么好一个总理 你给他灭了 你也想骗我们 是不是 你看那个合肥 那个老百姓 就安徽 安徽的老百姓 出租司机 都约定 就是你给他送话 到了现场 去 就像这个形式 就他的本事 我认为他的统治 就已经基本上完了 他就剩了一步 就是 要是如果来得及跑 现在他跑出去 还能减掉命 跑不出去 你这个社会动荡 一开始以后 他想走都走 一切千里 就他的本事 他在台湾 打谁 你给我讲一讲 你看五十年代 毛泽东当时 这个朝鲜 打这个 就是 北韩 韩战的时候 你看毛泽东那时候 这个民意 是什么样的 民意 我听我爸爸讲 当时那时候 老百姓全是拥护 就是要参战 要什么 我爸爸们能参加呢 但是吧 还有个大问题 就是军头 很多军头不愿意 军头就说 马上就 算刚解放 刚过了好日子 在凭什么打仗 为别人打仗 对不对 完了毛泽东一看不行 就让毛安英带头 那才把军头们制服了 就习近平这个本事 他自己的孩子送给哈佛 他家人这么多的人 外部的腐败的传闻 他这一会儿 连病毒都治理不了 你就想想 三年 这个风控 就是武汉肺炎这个事 他的嫡系 你就巴拉巴拉 刘鹤 是丁学祥 还是王小洪 哪个人第一时间 到这个武汉肺炎 还不是人家 孙孙兰和李克强 咱们都亲眼看着 胡春华 胡春华到处走 是吧 他你看他这些人 都吓到什么程度 以色的 我评价 这个地能 这个胆小 怒弱 你说打什么仗 你就看就看出了 咱们不是说贬低 贬低他们 咱们天天看这个消息 也就胡春华 党内就我看 胡春华 李克强 孙孙兰兰 就是他们这些人 当时在分空的时候 还敢于去 面对这个病毒 你想一个小小的病毒 当时17年前 还有经验教训 他都治理不了 可能打败美国 这什么 全是天发夜谭 是不是 他为什么现在 倒来倒去 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样 就他纠结 他没啥本事 就图面子 然后他又 就把自己的哥们弟兄 这伙人都上来 这伙人互相摧疤 他们利益是共同体 就搞成 今天这个局面 像部队 我估计可能对他超有一定性 我就跟你讲了 你看这部队现在多混乱 哪像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军队 对不对 你看那个 就何北东 出了以后 批评 续下作战能力 作战能力 你就想一想 那是人大 还会想的 那最后 删除 删除以后 一个来越不让他出来 是吧 你就看 出了以后 他也不敢动他 因为他也怕 何北东翻脸 你就想想火箭军这个就是多大的一个群体案件 这么多军头给这个免去的政协人大这个委员都没有说到 刘亚洲也找不着 就这个军队想和美国打仗啊 你看美国是什么军队 也是独立的国防力量 不受什么内斗 换不换总统对他们这个军队来讲 没有丝毫的影响 我就跟你讲 绝对作战的这个 这个延续性 连续性 是吧 所以这篇文章 今天你可以看着他们在夏威夷啊 这个所谓这个谈判 实际没解决根本问题 你就双方给个面子 然后他表示他适了 他就是不想打 不想打就不打 被怀一怀 是不是 这个拉特纳讲说 如果考虑呢 这个PLA对其他国家的胁迫和危险拦截 就是解放军呗 这个数字增加为过去两年来发生 近300起针对美国文艺和伙伴飞机的拦截事件 他说在其中的一起事故当中呢 还有一个中国飞行员在南中国海的国际空域 飞进一架美国空军B-52飞机 距离不到三米 就证明将来这个这个总如一天 中美的表现了 为什么这个矛盾是不在协调 这个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这个冲突是根本的冲突 美国不可能让步 美国你想从华盛顿开始对不对 就建立这么一个是靠选票 民选呢 这个诞生领导人的国家 中共是什么 中共是习近平窃取了这个权力的改革了 改变了邓小平啊 就是从矫正原先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方向啊 开始逐步走向这个就是一个 你不能说走向民主 最起码还是和世界潮流 基本上还是往前走那么一种局势 让他给彻底扭转啊 显有的政治改革的成果全砸碎了 包括这个七上八下啊 废除终身制 这个等等这种全都抛弃了 因为现在每天 他这个为什么总结尾网站 每天他都抓人 那就证明他非常恐怖 反对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啊 今天总结尾网站 又抓那个河北省唐山市的副市长 叫李建宗啊 这李建宗是谁一看就是胡思华这些儿的 就反对他的人 因为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他 因为他干了十多年以后下折腾 已经到现在位置还没完 今天是抓人 就是把这个反对自己的人 批评他这些人 就这样这些人大部分是对党忠诚的 就是党贵 就就党这些人 全部挂他钱就去 其实到这样给他自己的坑越瓦越深 你看今天这个不光是安徽啊 罗南就是李克强老厂有悼念活动 包括辽宁啊 辽宁军队还没起超纸压红物 在4月4号这一天 清明军这一天呢 上午9点半 在辽宁省水阳市中山公园内的 深中山塑像前 有人摆上一树悼念李克强的谢花 不到一个小时 谢花就被拿走了 你想他现在都把李克强列为敌人了 你就想他脆弱到什么程度 你就想将来一旦裁战就部队里面降临 有多少是战成李克强的人 一大匹我就跟你讲 一下就把他抓了 我跟你讲 他都不敢到第一线去视察 就能自己找一个什么防核打击的共产 在里面带人 就能听宗少军汇报 宗少军到那天他也害怕到前线 这对不对 他们到前线不是怕这个什么 讲了美军和国军哄他 但是怕自己的军队里面的兵别 把他逮住 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啊 这个是方不胜方啊 本人认为他的统治现在基本上走到默契了 一避你们看吧 很快就垮掉他了 反而他讲很惨烈啊 好谢谢